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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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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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话的时候 弄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国庆呢 它是这样子的 五年一小庆 十年一大庆 所以呢 明年啊 就是七十周年 没错 所以说十年一大庆 那明年呢 就会有非常大的一次 会非常的壮观 我们大家到时候应该都可以一包眼福 你们懂吗 不懂 真是让孙一航哥为难的 我们怎么敢听 我们全场在怼 我不懂你们存在的意义是干什么 只是为了你说个不懂吗 不懂麻烦你闭嘴好不好 好的 明年 明年就是 你们总是打斗我的思绪 刚才说到哪儿 就是明年会有大月宾嘛 然后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在北京看过那种降气仪式 我感觉那种程度就已经非常的壮观了 我说我们 没有说你们好吗 我们一个一个挨着队 别说话了 够了 几个意思 然后那你们明年会想着说去看一下那种 看吗 会去看吗 对 会 没错 会 没错 感觉现场比较壮干的 壮观的 壮干 有可能在升级的时候你就壮干了 就是 这个节目真的没法走下去 哈哈哈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 立安说晚安 好这样吧 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啊 yeah yeah 嗯 哈哈哈哈 没错 就是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就是 我们来唱一唱自己 呃就是或者说一下也可以 就说一下我们自己知道的爱国歌曲 然后也可以唱一两句 可是你就是你要么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要么就唱一两句 好的 好的 我最喜欢玩游戏了 那就 我们这样 就这样 我们就自己 哎这样 就从中间划一条线嘛 好吧 然后你们这边 三个人一组 我们这边三个人一组 好 那 我们谁先开始呢 我来 主播 嗯 咱们工人有力量 嗯 唱一两句 哈哈哈 你会唱吗 不会唱啊 好 嗯 嗯 然后我就不会 我就可以挂掉了 哈哈哈 不只会自己肯定很弱 你知道吗 你以为是你也别看啊 我爱 哈哈哈 我爱 我爱中国 我爱你中国 然后 对 给你们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这算吗 高原 那就 这算吧 天鹿 天鹿 啊 好行 祖国不会忘记 哈哈 最炫民之风 国歌 国歌 爱我中华 嗯 那个保卫黄河 我们品牲 品牲书上 不是 我说的应该是他们圈 你做这个圈 团结就是力量 嗯 好日子 五月的鲜花 噜 盖 冰 搞っ 赶紧了 真的是逼到 鸿心歌 呃 少神对对对对对对歌 印山洪 噜 鸣地的 鸣 歌唱二小放牛 草原上 草原上 升起不落的太阳 好 我们干拜夏丰 哎 你们那鎬子真的很 热 我看不下去了 我真的要 这个游戏有点 这就是所谓的游戏 我们甘拜夏丰 对不起 那我们 哎呀我就对不起了 反正 对吧 玩了一个游戏了 那 干脆再玩一个游戏 念了一个游戏吧 还玩了一个游戏 还玩了一个游戏 干脆再玩一个游戏 好 这个游戏呢叫 谁是卧底 在场六个人中 五个人拿到相同词 的一个词语 这就是你们都知道吗 谁是卧底都玩过吧 都玩过 那好 但是不能让别人看到 好 我知道了 那就用我来个 那就让我这个主播的 右手边开始 啊在哪 从那边吗 从方家城开始 我 哎呀 那你先开始 梁克 梁克先开始 好吧 跟杭哥差不多黑 哈哈哈哈 我也怎么觉得 哈哈哈哈 对对对不起 他 有很多扇门 下一个 我不想听你说 他有关卡 而且我们也玩过 哈利波特 哈哈哈哈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我说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东西 你们不一定听得懂 我懂我懂我懂 哦耶 嗯 嗯 甲英文反正不怕 他最怕了 啊 上次我看了那个视频 对啊 你就把我 你把我 你最怕 你最怕 那那个 莫文山 呃 院校 嗯 哦 反正我不怕那东西 你们都好可疑 那 我们来举手表决一下 要 投出谁吧 所以 哈哈 哈哈哈 为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 哈哈哈 投出一行的几手 但是我还是 两票嘛 但是我还是蛮白 投你莫的几手 两票 还有一个人呢 还有一个人是谁 你吗 你要投谁 我吗 嗯 我和方案神都没投 哦你跟 林莫哥哥 哎呀 你那这样 我们这样 我说三二一 我们就直接指好吗 嗯 我没想好 三 二 随便指 哈哈哈 点兵点将 光头想将点到哪个就是哪个 三 二 一 我吗 你摸奥特 这个现在有点问题 对吧 你摸奥特 那游戏继续吗 游戏继续 继续 只有一个卧底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你不是卧底 所以好 我就是想把你给投了 我最好可以睡会儿叫 晚安 哈哈哈 你可以提前结束 哈哈 那再寻 再来一圈咯 从颜河 嗯 嗯 这个耳机有点问题 开始开始 它很烧脑 它很烧脑 嗯 然后 然后 嗯 你 你 我吗 对 藤木医院 什么 藤木医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咱们的韩哥 你们一个个 怎么回事 中邪了是吧 啊 我该我了啊 不要动 嗯 嗯 不要动 对 就是 不敢动 你 不敢动 对啊 不敢动 嗯 嗯 其实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快说出来 当时林默哥最紧张在那边抄抄东西 快点你说 不要停 快点 我说吗 嗯 那想想 好你没有发音的机会了 下一个 嗯 嗯 恭喜你 你也没有了 哈哈 我 莫文轩也不怕那东西 好 你可以形容实际圈 你知道吗 你 我们投票吧 我觉得 我觉得是颜柯 投颜柯的举手 我真的是颜柯 关卡 绝对是他 很多事儿门有什么东西 就是 哎 哎 什么情况 你看怎么韩哥语文就是不好 我知道是谁了 那是不是韩哥 韩哥 韩哥 带着我们忽悠了好多圈 我是没办法 我是主播 我不带着你们忽悠 我不要想按下去 对吧 我不带着你们忽悠 那么再再再形容一圈 方简成 方简成 对 方简成 不是方家臣 嗯 嗯 我已经变成简号了 方简出 好痛 方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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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组 有时 方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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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简出 方简出 投意的举手华 就这样 怎样我就随便指了一下好吗 真的是他吗 游戏结束 你是什么 鬼屋 哎呦 你们是密室吗 对 哇 会不会是因为我倒落了这一局的 好了 经过了一个无聊的游戏之后 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 这 收不下去 主题了 欢迎收听立安电台 这里是立安说晚安 好了 让我们打起精神真好 好了 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 小参见远跟着 大家都会选择这个时间去旅行度假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度假的方式 或者有旅游的地点推荐给大家 青海 什么 吹空调 什么 躺在沙发上 吃着冰淇淋 看着电视 嗯 嗯 我倒是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哦 就是 日本冲城啊 对啊 就是 日本冲城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因为当时我在日本也待过一段时间吧 然后 嗯 当时那个我的教材上有写日本的地理图 然后 当时就看他的有一个地方有两个大字 冲城 当时觉得特别的这个名字就特别的独特啊 然后呢 我后面就搜了一些他们关于冲城的一些资料 冲城呢 素由日本夏威夷之城 大部分游客到冲城游玩都会选择啊游南冲城本岛的首府 首府 然后再加上本岛附近沁凉间珠岛中的一个小岛 然而这是因为难以抵达啊 就是 宫谷珠岛和八重山珠岛就保存了最原始美的 下次今天稿子就先读一片 不是 是我精心给大家搜的资料准备的 这不是 你们懂的 哦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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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毕竟好歹我也是 可是你没有去过日本冲城了 一个留学生 哈哈哈 嗯 那我吃过冲城的东西 真的吗 嗯真的 沙海水 嗯 我吃他们冲城有个叫什么 有一个很好吃的一种植物吧 嗯 好 冲城的泡米 哈哈哈 反正就不说这么多了 你们都懂的 哎 反正大家有有兴趣的话就直接去就好了 你知道吗 有权人都直接去了 就不要听我在这一直给你们下刀刀 真好 真好 你们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地方 我妈 我想推荐一下 拍摄 推荐一下那个叫什么 拍照圣地那个叫什么 青海 查卡 查卡 哦 炎虎我知道 它就是那个 好像因为它那个地方好像是颜结晶了之后就会有那种 就是可以人反射的那种 像那个镜子一样 我感觉这个地方好像很适合拍照 但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人都去过了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新鲜感的感觉 有一个地方的湖很漂亮叫 玻璃 维亚 好吧 那我没事了 玻璃维亚是啥啊 一个地方啊 没有我都觉得 好像是什么那个 盐湖那个地方 我觉得去可以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已经去过了 哇塞 那儿的颜色应该会变得有一点角错味吧 因为大家好像是脱了鞋子才已经去 好这样子啊 可是盐本来就很 很鞋子 角错味也有 但真的好漂亮啊 那个地方 没有 背景都是批的 我去过的 真的吗 哇 这真的好棒啊 我请你不要说话了好吧 这背景真的是批的 那我就说一下那个 多伦多吧 多伦多 哦多伦多 对对对 多伦多真的很棒 就是你知道 我的天 就是 我觉得方嘉诚你应该 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啊 你知道吗 那你讲一下吧 因为多伦多你知道 会是一个你 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地方 呃 你应该也蛮有了解的 是吗 哈哈哈哈 很试人 你讲一讲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个 Canada 对 就是 呃 其实我还记得讲 就多伦多这个地方呢 是白了呀 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很多枫叶的一个地方啊 是吧 嗯 嗯 哈哈哈哈 对了 我 有 我还记得 那就是我哥哥和我爸爸一个 朋友还是什么 或还是或者他的哥哥 啊 就是钓鱼 呃 是 多了很多人都这样讲 就是 啊 就是 呃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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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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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地狱骑士 我们怎么敢 开始了 呃 然后我爸爸就画了一幅画 把他们画下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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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是个 这是一扬尬哥 哈哈哈哈 一扬尬哥 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是个 小花 我有没有 那种 什么钓鱼 你把他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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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其实我想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巴厘岛 巴厘岛 说说看 没前去 当时我们住一个酒店 隔壁就是一个拥用室 跟巴黎套有什么关系 你也真的很好笑 不 很可笑 生活震见的 好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地方 虽然说已经提了很多遍 我觉得但是还是必须要提一下 上海迪斯尼 就是重庆它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它是真的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爱的一个城市就是重庆 因为那是年老家 不是不是就跟这个没有关系这样吧 也有一点关系 但是主要是因为重庆会让我感觉到真正的温暖 就是当我从下飞进你知道吗 就走出机场的那一刻 只要踩在重庆的土地上 我就感觉我就跟他融为一体 然后就是 就真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应该你们都体会不到 她是地转 复电了 你们大了 地转了 你们跟地融为一体 你们大了就 机场都是子转 你们大了就会懂这种 怎么融为一体 就是感觉你知道吗 精神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 感觉已经在那个地上 就 出电 不是个机场 走出机场的那一块砖 就是 踏流那块砖 整个人 你看我在机场的状态就是 哈哈哈哈 可以练了 对了 马上就感觉冲了 冲气以外的城市都是没有氧气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了 反正就要 就要 他们有的时候重庆的空气就呼吸着 有的时候有一种火锅味 但我觉得特别好闻 就 每次就过去的时候我还多被挤在里 一闻然后哽着了 一闻 可以拿去吗 对啊 我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 有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重庆就是 上飞机前嘛 比如说我把那个包关上之后 关上之后 里面就有重庆的空气 然后背到上海之后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哈哈哈哈 还有呢 重庆还有什么好的 重庆 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爱重庆 那我也很爱重庆好吗 你肯定没有我爱 爱到你 你爱到什么程度 我爱到我可以 你可以 我爱到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在那儿围一滴 哈哈哈哈 哪怕是机场的紫串 我也可以 重庆伤了一下就是我伤了一下 知道吗 嗯 重庆很难受伤啊 重庆四面都是山 不像 不像很多 那种在低灯带附近的特色 感觉就是重庆真的是有血 别呼吸了 够了 重庆就是那种有血有肉 就会感觉到很 哪儿没 你不觉得 你们不懂 你们爱 你们可能对这方面不敏感 就是 你知道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 我又肯定演戏了我好累 不是演戏了 就是我感觉到到 就是你到一座城市 你就很明显的 你就是你 当你下飞机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感觉得到 这座城市的上方 会有一种奇怪的东西 就是在重庆的话 UFO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它 它上面有一种那种 类似于像 光碟 一种 有一种像气场 这样的东西 有的地方 有的城市 我过去的 我发现它的气场是死的 它是UFO的性 这个城市它已经没有了 你可能霸气还没觉醒吧 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了灵魂 我笑得差气了 哈哈哈哈 那个是要的 请问你是如何坚持的 在我们那么多人怼你的机构 要把这句话说完了 哈哈哈哈 反正它就是很爱重庆了 只不过我还蛮喜欢重庆的一个点 就是重庆的司机 特别好玩 啊对啊 我特别选择重庆的车 他们很喜欢飙车 对啊 在那个地下车库 喜欢那种 直接越过那个 那个 那个地震带 对啊 他们超超超超超 那个减震带 这个头 不是重庆司机 好像他们有个思维是 你开得比他快 反正你 他就说 开得这么快 是要赶得投胎吗 然后你开得比他们 开得这么慢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就要吐槽 你开得跟他一样快 然后来嘛 我们就看谁开得快嘛 哪个的图示就飙车起来 来嘛 有的 飙车 哎 哈哈 嗯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还挺好的 在那个 华山长空 什么道来着 其实 其实 站到华山长空站到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真的太太太 我觉得好危险啊 就是太危险了 你知道之前有个新闻就是有个人 所以大家 哦 自己解开 忘了忘了忘了 这种地方就不要再提醒了 嗯 那那个广州那个那个 十黄过程车我觉得还是 还是蛮新鲜的 好恐怖 我们再来 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好吗 因为我想早点回 不啊 我觉得那边就很好看了 看了就很好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 立安说晚安 虽然是批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也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如果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们出门只能带三样东西 你们会带什么 你猜 啊 出门的三样东西 出门的三样东西 充电线手机跟相机 充电线手机 充电宝 我们都手机啊 不要生活用品 可以买的吗 你可以想嘛 手机里总有钱嘛 如果是我 我会带 钱 大火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去把银行给烧了 因为 冬天的时候很冷 那你为什么不带火柴呢 没有因为火柴一点 我给你们讲一件真事 真事 就是有以前在重庆 念初中就是上学的时候 冬天实在是太浓了 然后我就掏出一个大火机 花火柴 上课大大火机啊 我上学的路上 我就把那个大火机 你知道吗 然后路上的那些人就这样 你笑 路上 路上的那些人你知道吗 路上的那些人就 然后我 我还是不管我就这样 哥们这个火 冬天 真的很 哈哈哈哈 然后三样东西 大火机一样 还有一样是什么 火柴 不是 大火机的油 背包 哦 装重庆的空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都不带水和水 带水干嘛 带空气就好了 哈哈哈哈 又不会渴死 你水你就在那滑一道 哈哈哈哈 然后 嗯 好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嘛 那如果去荒岛的话 你们会带什么东西呢 手机 相机 充电线 这样子 嗯 那我的话 哈哈哈 我会把哆啦A梦带走 哈哈哈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带一双球鞋 哈哈哈 你刚才不是说 打火机背包跟内衣吗 哈哈哈 那是出门啊 那有空气 那你刚才去荒岛 那里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啊 出门了我还可以回来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去荒岛比较 那你继续讲 对吧 我想在荒岛跑个步 再带个摄影师 哈哈哈 再带个篮球 我要买 要带一个轮船 万一回不去了呢 对吧 万一回不去了 哈哈哈 我只要手机 美团外卖帮你包 全帮你包了 来美团来个轮船 嘶 荒岛没有外卖 发现根本没有四季信号 对 哈哈 抛出来 那我再带个那个那个连线的那个杆子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 立安说晚安 哎呦喂好痛 明天也是你啊 其实呢像国庆这种小长假 外面绝对很紧 路上又堵车 像 我跟林默这种 对啊 就宅在家里面看动漫 看电影看书 可是你在公司还要失恋啊 啊 管他的那些不管嘛 反正我宅在家里面最想的 然后 哎 说起动漫齁 我就想起 前前一阵子我有看完一部动漫 孩子一王 那个还没玩 前一阵子有看两部动漫 一个是罪恶王冠 一个是 罪恶王冠 罪恶王冠 你又知道了 看得懂这样什么吗 看得懂 你问我一个问题 我真的认回来了 超久了 好好好 好好好 一根狗 太激动了 真的好好看 好然后 反叛的鲁鲁修 哦 反叛的鲁鲁修 你又知道了 我是知道的 展 赤红 展赤红之童 哇 你们是狗吗 太好看了 我讲个什么你们 真的 展赤红之道 比最后的王冠更好看 唯一跟我讲过 就展一个眼睛 我真的好无形 真的 还有什么动漫 双心之阴阳尺 更好看 我有点累 等一等 然后但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可能不是特别二次元的那种 大家应该熟知的就是 就是民工 民工三大动漫 就是 海贼 活阴死神 然后 对啊 然后还有妖精的尾巴 这些 你们不知道了吧 你们叫我 叫我只知道 妖精的尾巴不知道了吧 知道 知道 然后 但是我最近 我也不特别喜欢的动漫 就是 巴拉拉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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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练 刚练FA的那个版本 嗯 因为我觉得超级喜欢 就是刚练 巴拉拉小 因为我觉得他的核心价值观真的很好 嗯 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的 但是我不是喜欢主角 我是喜欢那个 配角 金柏利 就是红年 红年练金术士 我特别喜欢他 我觉得他 真的就是 就是 活出了我想要的样子 他死了吗 他死了 哈哈哈 所以关心这种问题干嘛 我不是说我想活成那个 死了的样子 哈哈哈 我是说我想活成他活着的样子 但是他就是那种 做人特别有缘子嘛 你想 我很喜欢金柏利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 大佐就是 就是 那个什么 呃 火之内金术士 对就是他 还有一个 是你一个人的 一样说 哈哈哈 我不管 我反正要讲了 太激动了 因为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我特别喜欢 就是那个 七罪里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 贪婪 还有我之前 因为 招费好棒 哈哈哈 有一些二次元的棒 就好吗 有一些 哈哈哈哈 有一些 有一些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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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组织 哈哈哈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二次元的 是吗 有一些二次元的朋友 那是三三三三三三 三次元 三次元不是 我说有些 搞二次元 就是我 哈哈哈 就是 就是很 那种二次元的朋友 然后 会跟我们一起 就会跟我一起 那种讨论一些动漫 然后比如说 还有 黑直视 嗯 还有 虫师 哦 虫师我知道 三个虫的那个 OK 哈哈 哦原来那个字是真人虫啊 对呀 虫师啊 不是告诉你 你上次不是说三个虫 你看它是虫 那你就 干嘛 是吗 是吗 这个拳啊 我以为你要采访我啦 没有 这个拳 哈哈哈 然后还有 对吧 我觉得特别好看 还有一个 无头骑士 一文路 反正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动漫 还有一个叫 哎 那个叫什么 我叫MT 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些动漫 静魂 静魂 静魂比较中二吧 嗯 就是那种中二风 静魂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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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魂不好看 最喜欢的就是钢链和那个 海贼 对 海贼 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没有 我最喜欢的还是火影 虽然我最近在看海贼 我还喜欢一部叫恶魔恋人 好 淡定的那个 哎 是叫恶魔恋人 恶魔恋人 想的是国庆节好吗 讲的是动漫好吗 麻烦你不要搞了 好了 送哥吧 好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 立安说晚安 讨论完了我们的主题 接下来给 接下来就由我来给大家播报 我们的歌曲 分享环节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 陈丽前辈的 从头 哦这个 这是我推荐的 好 我们先听一听好 好 那我们听完呢 这首歌呢 林默 林默 因为是林默 他推荐的 那你觉得这首歌怎样 很好听 但是他的 还有后文 没有啊 这很好听 嗯好 因为从头是 我觉得这首歌 他很有意思的是 呃其实我这首歌我 还算是第一次听吧 嗯 第一次听 然后呢 我喜欢的是这个 我喜欢的是这个歌手 他呢很 嗯 街妖不逊 很洒脱 又很帅气 还不错吧 我觉得 嗯很喜欢 哈哈 那好 哈哈哈 既然没有什么要说的 你们有要说的话吗 没有 没有 很喜欢这个前辈 知道 那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听着好听的音乐呢 也别忘了下周晚三九点 下周三晚 不好意思在那里 好了 嗯 安静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听着好听的音乐 也别忘了下周三晚九点准时收听 易安电台 易安说晚安 我们不如见 晚安 晚安 好听的浪潮 潮水 它是我的发烧 我会从头这里遍地骄傲 当迎来生多么的玩笑 玩笑 弄住我的美望 我会从头这里生活线条 好 凭什么图案 听谁的判断 我有我答案 我要我勇敢 自己 才是 必要 当爱倒在我走 爱抱 风生在我奔跑 有眼神的 你把财力缠绕 青春点燃 我的外套 时间持续燃烧 和复杂的 复杂的 正在 动摇 我 藏流眼如 黄蜂 跑下 黄蜂 折断 我的 羽毛 就让世界 暂停 等我宣告 当 泪雨 如荆棘 围绕 荆棘 缠入 我的 发生 色彩的 故事 闹开 一时舞蹈 听什么图案 听谁的判断 我有我答案 我要我勇敢 自己 才是 彼岸 大爱 倒在我的 怀抱 红手 在我奔跑 有眼神的 黑暴在缠绕 青春 你让我的 都回到 世界 持续热烧 而复杂的 复杂的 正在 放掉 世界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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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 都 Riv�红 重新出发到 屁股 睡 有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